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曼尼托巴省阿西尼泊恩河水位暴涨 加军凤兆前往防洪抗灾 非洲难民船只地中海沉没 近600人遇难 热带风暴爱丽 菲律宾旅宋岛登陆 13人死亡 10万人受灾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多伦多finch Avenue加Allen Road路口 今天发生交通事故 一辆救护车被一劫不知什么原因 从货车上脱节的车厢撞到 造成救护车上的一名急救人员受伤 事故是在今天早晨8点30分左右发生的 根据警方介绍 当时这辆救护车正沿Allen Road向南行驶 一辆货车沿Rain Rock Road东行线 转向Allen Road 货车的货柜脱钩 撞上了这辆正在等红灯的救护车 救护车内一名43岁的女局救人员受伤 她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伤势稳定 受到事故影响 该路口被迫关闭了数个小时 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 释迦堡一间学校今天凌晨发生大火 一个流动客室被大火吞噬 大火今天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 地点位于Kingston加Brimley附近 学校的宫殿设备被烧毁 但是预计并不会对学生的课程造成影响 火警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警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 相关人员目前已经展开调查 多伦多的地标建筑Cienta 即将迎来它的35岁生日 从今年夏天开始 游客们将可以从高达350米的主观景舱 走到室外 更加真实地感受从空中 鸟看多伦多的自己 这个新的景点名为边缘行走 游客们将分为6到8个人一组 身穿安全装备 走出主观景舱 站在一个1.5米宽的平台上 观赏景色 由于平台上没有扶手 游客需要背靠墙壁来保持平衡 游客只要够大胆就可以享受这个绝对刺激的项目 而Cienta也成为北美地区 独一无二的极限露天景点 Cienta的负责人员表示 游客不必担心新景点的安全问题 因为新景点从设计到建造 都是本着万无一失的原则进行的 加国方面的消息 曼尼托巴省阿西尼伯恩河水位 日前突然暴涨 由于未来数天天气预测有更多的雨水 家军凤照到该省帮助省民防洪 凤照前往参与抗洪的家军士兵 在未来三天的主要任务是增高或是加强堤壑 而一旦暴雨来袭 他们将随时待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曼省交通厅厅长表示 即将到来的洪峰河水流量 会达到每秒钟5万立方英尺 而在往常 阿西尼伯恩河的流量 最高只有每秒钟25000立方英尺 因此今年该省面临的状况十分严峻 当局已经对曼省受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发布紧急状态通知 并且将持续到本月21号 当地大约有1100名居民已经被疏散 直到紧急状态令撤销为止 外界人员将禁止进入警戒地区 卫师省一对50多岁的夫妇 两个月前驾车前往美国的 拉斯维加斯时在途中遇阻 妻子在上周五终于被找到 美国内华达州警方 今天则继续搜寻她依然失踪的丈夫 由于天气状况较差 在周末进行的两次搜索行动都被迫中断 搜救人员今天会试图从空中 对发现这对夫妇车辆的区域进行搜索 56岁的Rita Crotchen和她的59岁丈夫 Albert Crotchen两人在三月中旬 驾驶一辆2000年Chevrolet Astro 前往拉斯维加斯 在途经内华达州东北部的Alco镇时 车子陷入泥泞的小路被困住 三天后 丈夫Albert一人出败球员 至今没有再出现 妻子Rita在之后的50多天里 独自一人 一直靠喝血水 吃糖果和维他命丸 维持生命 直到周五下午才幸运地被发现 警方指出 虽然Albert携带了全球定位系统仪器 但并没有穿着足够的衣服 应对恶劣的天气 警方希望Albert能够找到 猎人搭建的小木屋暂时躲避 但表示找到他的希望十分渺茫 另一方面 失踪夫妇的儿子 上周日前往医院探望 正在接受治疗的母亲 他表示 母亲虽然瘦了30磅 但是恢复状况良好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 今天在议会发表演讲 对美国在突袭行动中 击毙本拉登仪式 显示出巴基斯坦有参与密谋 或失职行为的说法 进行了反驳 吉拉尼说 即使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躲藏在巴基斯坦境内 长时间未被发现 但巴基斯坦仍然对自己的军队 和情报机关充满信心 吉拉尼还表态说 巴基斯坦正团结一致 下定决心消灭恐怖主义 绝不允许其土地 被用作好战者的战场 另外 吉拉尼当天还下令 对拉登为何能在驻军城市 阿巴贾巴德生活 而未被发现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马利克今天说 指责巴基斯坦收留基地组织 头号人物本拉登的做法 对巴基斯坦来说不公平 巴基斯坦同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在拉登遭击毙之后 巴基斯坦总统 总理 以及多名军政高官 均收到过死亡威胁 一艘载有600多名难民的船只日前 在从利比亚失望意大利途中沉没 大部分人遇难 此外 另一艘载有400多人的难民船 在抵达意大利兰佩杜萨岛前触交 幸亏被边界的执勤人员发现 难民全部得救 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 意大利办事处的消息 这艘载有600多名难民的小船 严重超载 当他们驶离利比亚首都 迪利波里不久就沉没了 大部分人溺水而亡 这些难民大部分来自索马里 遇难者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 这是迄今在地中海发生的 最大难民船沉没事件 与此同时 另一艘载有400多名非洲难民的小船 在即将抵达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时触交 幸亏被警戒人员及时发现 难民被全部救出 这艘船也是从迪利波里附近海岸出发的 针对日前发生在首都开罗的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暴力冲突 埃及司法部长今天警告说 政府将以铁拳 回击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从7号开始 在首都开罗 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 导致12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的暴力冲突 埃及军方说 有190多人被捕 这些人将面临军阀审判 最高军事法庭说 此举意在阻吓进一步的暴力行为 埃及总理沙拉夫暂停了原定的海湾访问计划 主持召开了讨论当前局势的紧急会议 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是一个流传了一个多月的传闻 一名基督教妇女在改嫁一名穆斯林男子后 希望改信伊斯兰教而遭到软禁 但是这名妇女在一个基督教电视台 出面否认了这一传闻 今年第一号热带风暴 埃力今天在菲律宾旅宋岛东部沿海登陆 来自菲律宾灾害防治部门的消息说 埃力已经造成13人死亡 超过10万名菲律宾民众受灾 目前埃力正保持其强劲势头 吹向菲律宾东北部省份 菲律宾气象部门已经在本国8个省份 发布二级风暴警报 在12个省份发布一级风暴警报 为保障安全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二级警报地区 禁止一切船只离港 据当地电视台报道 受埃力影响 马尼拉一共取消了至少43次航班 另外有一些航班的降落地点 被转移至其他机场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 公司已经暂时关闭了旗下 位于日本中部的冰岗核电站 外界担心关闭冰岗核电站 势必会导致日本电力紧张的局面 进一步恶化 另外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 先古尤人8号说 日本不会放弃核能 核能仍是日本能源构成的 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董事会 今天召开会议 讨论通过了暂时关闭冰岗核电站 全部五座反应堆的决定 此前日本首相兼职人 曾指示中部电力公司 暂停冰岗核电站 以免地震引发更大的核事故 一些分析人士判断 日本今后可能要限制核能的利用 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先古尤人8号表示 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 日本政府评估了 国内核反应堆的 抗震及抗海效能力 并且坚信 除了冰岗核电站外 没有必要停运其他核反应堆 作为日本第三大电力供应商 中部电力公司管理着多家发电厂 其中冰岗核电站为日本中部1600万居民提供电力 另外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等多家汽车制造商的工厂 也依靠该电站运转 一旦冰岗核电站停运 整个中部地区的供电将变得捉襟见重 莫斯科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 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 庆祝魏国战争胜利66周年 今年的阅兵是去年12月 普京宣布将拨巨款用于军队现代化之后的首次阅兵 这次阅兵式以地面徒步方队和机械化方队展示为主 陆海空三军方阵 战略导弹部队方阵 航天部队方阵 空降兵方阵 以及防化部队方阵等 陆续进入红场接受检阅 与去年相比 今年阅兵空中梯队大幅减少 作战飞机不参加首阅 最后持续约一小时的阅兵式 在军阅队的表演中结束 全球知名的品牌咨询机构华通名略日前 公布了2011年度价值品牌100强的最新排名 其中苹果公司以1530亿美元 超越了4年来稳坐头把交椅的谷歌公司 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品牌 此外中国移动以57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 位居第九位 国际新闻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两岸新闻为您报道 深圳市前市长许宗恒贪污案 一审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台湾多个县市面临缺水危机 马英九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共度缺水难关 国际新闻 判死刑